台大醫院命療部 臺灣封城命療醫學會 萬新一 很感謝臺大封城命療醫學會的邀請 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本身是在林口長根醫院的總流科 也是我們醫院命療總流團隊的一室 所以台灣接觸 關於生物腺癌、膀胱癌 這部份的喵 膀胱癌症 那 這個 不知道大家 那我科最主要任務就是打化療 不知道大家聽到化療的心理感想是怎麼樣 大家聽到化療就覺得害怕了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好 那看起來我今天的任務見局 這個大家 可能要化解大家對化療的疑慮 不知道大家對化療的印象是從哪裡來的 那個 電視劇上演了嗎 有人在跟我說 那個 所以是你今天要在中屋場的時候講化療 這樣好嗎 這樣會不會影響大家的食慾 大家會想吐 但是我首先要說 我說化療會想吐 這大概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我印象很深刻 十幾年前我在實習的時候 這個 晚上 去接一個新病人 那病人剛住院進來 化療都還沒打 連化療藥都還沒配好 病人已經拿著一個塑膠袋在吐 他說他自從第一次打化療 吐得很厲害之後 他從此之後 踏進長根院大門 他就想吐 我說還好不是看到長根這兩隻就想吐 但是其實 止吐藥的進步 我覺得在這十幾年來 除了化療本身之外 關於化療副作用的控制的部分進步非常多 所以跟十幾年前是截然不同的狀況 所以以前我們病人都得要住院打化療 但是現在 像我們收縣癌病人都要做化療 直刀根是可以站門著 來抽個血 確認血球 肝臓功能沒有問題 醫師看狀態沒有問題 開藥單去打針 打針一到兩個小時結束 就可以回答 所以跟以前的狀況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想 希望再等一下的介紹 可以讓大家對這部分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今天要讓大家知道 化學資料在攝護前來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為什麼要做化療 然後知道化療會帶來的好處 當然化療會有些不夠用 讓大家知道我們該處一些什麼事情 首先我們來看看 攝護腺癌 當然目前化療的攝護腺癌 主要角色是在於已經轉移的病人 當然大部分是骨頭的轉移 在攝護腺癌的病人上面 那在攝護腺癌有轉移的病人上面 就是傳統上最主要最重要的治療 可能是核酮治療 因為攝護腺癌 是一個跟雄性技術密切相關的疾病 所以傳統上一開始 並不會擠在很方便做化療 一開始當然都是先做克爾蒙治療 那化學治療當然是後續治療的一部分 那我們針對攝護腺本身 或針對轉移的骨頭的病造等等 礦色治療 是一個可以協助我們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還有骨骨針 因為主要這疾病可能影響到骨頭 這些除了化癌之外 其他部分今天在下午稍後的一些演講裡面 大家都會得到相關的資訊 那什麼樣病人適合什麼樣的治療 有幾個大的可以考慮的一些方向 第一個是這個分歧 或者說我們這個疾病 它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你有轉移 有哪些地方轉移 影響到範圍有多大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格里森的分數 我們叫格里森 score 那就是如果你是攝護腺癌的病人 做了切片或是開刀 拿下來檢品給病理科醫師 然後去看看這個細胞組織分化怎麼樣 他們會給我們一個分數 大家常聽到的大概是 大家都聽到大概是在6到10分 但是分數越高 通常表示這個疾病的惡性程度越高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常聽到這個PSA 攝護腺癌的特異抗原 就是抽血可以得到的 或許對這個攝護腺癌的診斷 跟這個治療之後的追蹤 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老實說如果是在比較晚期 現在也在講一個觀念 PSA這個指數有時候不一定代表一切 常常說病人來門診看他的PSA指數 所以病人回來就說 每個月回來看一次這個樂透牌獎 PSA高 那個月心情就很好 PSA低一點 PSA低一點心情就很好 PSA高 那個月就坐立難安 但是其實現在研究看起來 在前面的診斷 追蹤或許是的確有他的角色 但是不一定完全就是看PSA 再來我們提一下化療 那化療其實是在癌症治療裡面 很廣泛使用的一個武器 那化學治療藥物就是利用這個癌細胞 在分裂生長的過程去阻斷醫治它 把它殺掉 那他給我們幫助就是說 除了有一些可以開刀的病人 也可以開刀 那有一些癌症他開刀之後 其實可能身上還殘留一些癌細胞 需要化療去給他做更好的醫治 那或者是說在轉移的病人身上 我們去做化療來控制這個疾病 讓病人的症狀 症狀得到改善 生活品質就會比較好 那重點是希望可以延長病人存活的時間 這是化療給我們帶來的幫助 那化療跟一般藥物其實一樣 它有一些增劑 靜脈注射的 那有一些口服的 這是最常見的 那目前在社會前來上面 主要是兩個化療藥物 那都是靜脈注射 那稍後等一下再做介紹 那在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現在很熱門的名詞 叫精準醫療 現在什麼都叫精準 要精準行銷 要精準的政策 在醫療上叫精準的醫療 那為什麼要講精準醫療 就是每個人雖然都或許得到一個病 比如說都得到社會腺癌 但是它在每個人身上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情況 我身上的 別人身上的 社會腺癌的癌細胞 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它可能會讓我們的育後不一樣 可能 我們迴避了胚癌 這個十年不動它 都沒有什麼影響 可能在我身上 一兩年 都進展的速度就會很快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告訴我們 每個人身上的這個腫瘤細胞 有什麼不一樣的 這邊有一些參考 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前面提過的 這個科理生的分數 就是剛提過病理科理師給我們的訊息 那可以看到這個分數 如果是比較 通常我們一般講比較高 大概是只發分以上 8、9、10 那可以看到它跟 比較低的分數上面 這個整體的存活的時間 變成存活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比 其他兩條線比起來 欸 是明顯的 是要比較差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轉移到什麼位置 大部分的攝護腺癌的病人 最主要是骨頭的轉移 但是如果除了骨頭轉移之外 淋巴結腦或者是有重要的器官 像肺 肝的轉移 這個育後會差的比較多 一般來說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越上面就表示 像這個存活的時間 就越長或越好 那只有淋巴結的 或者只有骨頭的 那是相對比較好一些 那一旦轉移到這個 比較重要的脹氣 內脹 比較重要的生命器官 像肝臟 肺臟 甚至腦部等等 那這個病人的存活的狀況 存活的時間 就明顯的縮短 所以有一些臨床的 一些特徵 可以告訴我們 給我們醫師做參考 來判斷病人的風險 是高或是低 那當然現在這個時代越來越進步 那還有一些在實驗室裡面的 一些診斷的工具 那目前在攝護腺癌上面 很大一部分都還在發展當中 還需要更多的 實證醫學的證據 來告訴我們 臨床上怎麼去應用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攝護腺癌的病人上 現在基本上 我們希望區分出風險比較高 跟風險比較低的病人 或許風險比較低的病人 鋼鐵有些病人可能 你不管他過個十年 也沒什麼事 但是有些病人 可能你不管他 幾個月的時間 症狀開始出來 那存活時間可能就比較短 所以 對於比較低風險的病人 或許我們不用做太多的介入去做治療 但是對於高風險的病人 我們應該更積極 給他更好更多的治療 去把這疾病控制得更好 那一般來說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治療 可以延長生命 減少他的症狀 維持他好的生活品質 那另一部分 那就是以化療來說 大家擔心化療 一些不作用 會讓病人 給他的生活受到一些影響 生活品質會下降 所以 對於比較相對年輕一點的病人 或者是他這個風險比較高 齊變比較高的病人 我們希望會積極一點 可能化療的介入就會比較多一點 或比較早一點 那去盡量可以做到他 延長他的生命 但是相對於跟他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說風險比較低 齊變比較低的病人 或許我們就會保守一點 這個好好維持住他 現在目前的生活品質 大概是我們現在有做的 對 策略上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社會腺癌其實 剛前面提過 每個人身上癌細胞不一定一樣 那其實現在很多研究員告訴我們 就算同一個人身上的癌細胞 也可能不一樣 所以以前傳統上 就只是做荷爾蒙治療 你剛剛講 這是 攝護腺癌主要是跟屬性技術密切相關 所以我們做荷爾蒙治療 把屬性技術很好的抑制下來 讓他們可以有效的去控制 這個攝護腺癌這個治病 那當然是我們現在發現 有些病人身上可能一開始 或者經過一段的治療之後 它跟這個雄性技術 比較不相關的癌細胞 會比較明顯 那比較明顯 那我們做傳統的荷爾蒙治療 效果相對就會比較差一些 所以在這些病人身上 化療或許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化療介入可以幫助我們克服 這一些對傳統荷爾蒙治療 效果比較不好的狀況 化學治療在攝護腺癌上 什麼時候使用呢 傳統上大概最早證據 可以有效的延長攝護腺癌 轉移性的攝護腺癌 病人是在2004年的時候 這個在科技上一個重要的 臨床試驗的結果的公佈 那現在我們健保的幾部規定 其實也是這邊 那就是對 一開始我們如果病人 是收信來轉移的 那我們通常先給它做快蒙治療 那快蒙治療一段時間 這個疾病開始進展了 可能是這個骨頭轉移的變得比較厲害 可能PSA很明顯的上升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給它做化學治療 這個是比較傳統 大概從2004年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的這個 一個治療上的策略 那目前健保的幾部 也是在這個地方 但這幾年來說 其實我們發現化學治療 可以往前更進一步 就是在我們攝護腺癌 剛開始發生 我們診斷出來轉移的時候 傳統上是先指給荷蒙治療 但是現在的想法上面就是 除了荷蒙治療之外 針對高風險的病人 如果我們同時給予化學治療 那這些病人 他本來風險比較高 單純用荷蒙治療 可能可以控制的效果沒那麼好 控制時間沒有那麼長 但是加上化學治療之後 那整體的存活時間 會有明顯的增加 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的 這個比較新的研究 那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發表出來 那就是在病人診斷出 有轉移性的生物腺癌 那除了傳統的荷蒙治療之外 那我們就給它加上六個週期 歐洲十三層的化療 那這是荷蒙治療 病用化療 那我覺得 第一個當然重點就是說 它的存活時間很明顯的延長 兩邊的中位數 中位數的存活時間相比 延長了13.6個月 這個差距超過一年 這是相當明顯 不過我們再把這個分開來看 看得更詳細一點 剛剛講我們希望分得出 高風險跟低風險的病人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高風險 在這個研究裡面 什麼叫高風險呢 一個就是說 轉移的部位比較多 那主要是骨頭的轉移 那它在這個實驗裡面要求 是有四個以上的骨頭的轉移 那其中至少要一個 是在我們中軸骨 就是我們的脊椎骨盆牆以外的轉移 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 就四個以上 跟其中一個是 不在我們的中軸骨盆以外的位置 那或者是說 有重要的脹氣 譬如說肥腦 肝臟 轉移的病人 那可以看到 在這樣高風險的病人 其實這個落差更是大 那在這裡看到 剛剛是整體說的病人 如果我們用傳統的治療 只用客戶的治療 中位數就是大家存活的 有一半病人可以存活的時間 是44個月 但是如果在高風險的病人 我們只用傳統治療 它的存活 明顯在整體病人來說 是相對比較差的 從44個月掉到32個月 這個差距也在一年 但是在這一群高風險的病人 如果我們給他 除了傳統的肺膜治療之外 加上一個化學治療 這個時間可以拉長17個月 將近一年半的時間 所以對這一群 這可能是我們傳統治療上面 效果上面沒有那麼好的病人 這樣子做 給他加上化療 是會有非常明顯的幫助 但是相對來說 老實說在低風險的病人 這樣做看起來 有沒有加化學治療 似乎幫助不是那麼很大 所以現在我們都說 我們要更精準地去區分病人 把高風險的病人找出來 給他更積極的治療 相信病人沒充中 過癮很多 那這一個部分是 講更早以前 在2004年那時候公佈的 這就是在傳統上 先轉移了之後 先給荷物膜治療 等荷物膜治療沒有效果之後 再加上化學治療 那這個 食用的藥物是一樣 就跟剛剛的藥物都是 豆子三醇 那可以看到 它還是有明顯的差異 剛出的 用豆子三醇的這一組 比上這個更早以前 舊的化療藥物 比起來 存活時間 這個是有明顯的延長 但是老實說 相對上 看起來的這個幫助 比起早一點用 似乎不是那麼的大 那其實做化學治療 除了剛剛前面一直在強調 很重要的延長病人存活時間之外 那其實PSA會下降 疾病會得到好控制 再來就是病人的疼痛 因為骨頭轉移 他會問病人 最主要的問題 困擾就是疼痛 病人說 這個脊椎 每天起床 活動 生個懶藥 可能骨頭都會很疼痛 對大家生活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做治療其實 會讓疼痛改善 當然你的生活品質 也會跟著提升 那除了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第一代的紫三醇 這個歐洲紫三醇之外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 第二代的紫三醇 但是他目前的角色是在於 先接受過前面的這個 第一代歐洲紫三醇治療之後 後面疾病如果還是惡化 那這時候第二代的紫三醇 還是會對病人可以有幫助 最主要他還是可以延長病人 整理存活的世界 尤其大家下午可能會聽到 這些新一代的 荷爾蒙治療的藥物 那這些藥物的確 現在是給病人帶來很大的幫助 但是在這些新的荷爾蒙藥物 如果治療效果比較不好之後 其實很主要的一個選擇 就是這個新的化療的藥物 可能是要考慮紫三醇 那使用方法跟前輩的歐洲紫三醇一樣 也是大點低 三個禮拜一次 所以前輩一個大家提了 我們在受限癌治療上面 兩個很重要的化學治療的藥物 跟他使用的時機 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再來要提提大家比較害怕的部分 聽到化學治療 大部分病人都會做眉頭 然後來到我們門診說 接下來要打化療 那這個病人就開始眉頭伸縮啊 家屬就在後面搖頭啊 要說服病人做化療 這的確困難度滿高 那大家可以換化療什麼事情 很大一部分剛剛提過嘔吐 但是我剛剛也說過 現在止脫藥物跟以前比起來 非常的多 好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現在病人 要像以前那樣 那麼嚴重的歐多狀況 其實真的很少很少 那另外一個 當然大家會擔心掉頭髮 那的確用這個紫三醇類的藥物 會掉頭髮 但是我想一般我們老實說 在乳丸上面這個影響比較大 但是在社務線來 高分是男性 這個我常笑說 那個頭髮比較少一點 我們看起來可能比較 大家感覺會比較尊貴 還是比較有錢 但是當然外觀上的改變 對大家生活上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現在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病友團體 有一些支持 或許有一些加法等等 一些措施可以提供大家 那另外當然就是 其實你化療如果做完之後 化療停了 其實頭髮會不會長出來 那當然如果本來就站在掉頭髮的 可能就不會長出來 OK 但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副作用在每個人身上是不太一樣 不是說 你看到左邊鄰居 哪個副作用很厲害 你打一樣的藥就一定會發生 所以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說 每個人應該都跟醫生好好的溝通 讓醫生應該有狀況去做討論 做決定 他除了剛剛提了之外 其實在我們使用歐多士三唇上面 比較常遇到 那我們會比較擔心 其實是白血球底下的問題 因為血球一下降 感染的風險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會教病人 一個是我們會考慮 要不要使用這個生血球的藥物 那再來是要會教病人 去避免減少感染的風險 比如吃食物 要吃熟食 生魚 生肉生菜 喜歡吃薩西米 可能就要忍耐一點 吃水果 盡量去皮 或洗手 或是用場所戴個口罩 這些都會減少感染的風險 當然另外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會 過療之後 大部分會有 兩三天覺得疲倦 屬於稍微差一點 但大部分其實不會很嚴重 兩三天過了 就會改善 另外子三唇還有一個就是神菌感覺 病菌的影響 大部分使用次數比較多 可能會覺得這個稍微 阿嬤的有一些影響 另外比例稍微少一點 像味覺的影響 嘴巴很破啊 破膠炎 還有一些水腫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部分對病人的影響 不是那麼大 但是我想講 每個副作用在每個病人身上 發生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在治療前 我們會給大家很好的衛教 讓大家知道 可能遇到什麼情況 如果遇到要怎麼辦 有些狀況可以在家處理 有些狀況要回來醫院 這後面我們再提一下 所以剛剛講 每個病人都不一樣 所以注意我們醫生有先跟你提過的症狀 有一些風險比較低 可能可以在家觀察 或者先給大家再預備藥 比如說你嘴巴破啊 可以在家先擦擦藥膏啊 那注意口腔的清潔啊 但是有時候 比如說發燒了 那是一個危險的警訊 那大家就要這個 趕快提早的回到醫院 來做處理 所以這邊後面是一些措施 給大家做參考 當我們做完這個化學治療 我們約大家過一個禮拜 回來抽個血 也看一下血球 是不是有明顯的下降 然後一些衛生的措施 像這些剛剛提過 然後還包括了避免傷口的產生 保持口腔清潔 吃完東西要多刷牙 血液會輸口水 但是如果有發燒 我們就告訴病人 一定要急早 趕快回來醫院做處理 那過敏 其實 因為我講 注射這些藥 一定都在醫院 所以做這個過程中間有什麼不舒服 就馬上向護理師反應 然後我們就會去做處理 而心腦吐 剛講指吐藥現在是非常進步 真的啊 如果真的比較會有這方面問題 是有很好的預防的藥物 那給大家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個是拿褲子 如果說 使用這些藥物 大家在家有明顯呼吸的情況 那 大家可以少量多餐啊 避免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或甜食 那一些高纖維 比較容易拉肚子食物 減少食用 能用一些比較低纖維的一些食物 那一些油炸 油藍液 然後刺激辣的 或者說大家本來 如果喝牛奶就會拉肚子 那情況不要在這個時候 如果喝牛奶 那疲倦 疲倦 就像化療有時候會引起疲倦 但大部分幾天時間過了 就會改善 但是要小心 但如果做一段時間 如果疾病有在進展 有時候疲倦感會增加 所以這部分要再對疾病的狀況 做一些評估 那該休息的休息 但是這個睡吧 我們鼓勵變活動活動 有好的不控 運動的習慣 所以就維持好的身體狀況 來接受治療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這個神經麻木的問題 這當然在做治療 我想在受性癌的病人 使用日子暫存的藥物 那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那但是其實我也覺得 以前傳統上我們做治療 剛剛講是在比較後面的階段 就是先用化學治療 效果不好的 然後再用化學治療 那這個時候要做化療 當然這時候跟剛診斷的時候比起來 年紀又大了一些 或許身體狀況又差了一些 會發生這些負重的影響 我覺得就會比較大 如果是以新的想法 以這個高空點的病人 如果是提早 早一點來做治療 其實我們現在的經驗 我覺得病人 這個身體狀況通常那時候都還不錯 所以比較有本錢來做治療 而且這個治療 六個療程就結束了 所以發生的影響 我覺得相對講會比較小 對大家的這個日常生活 生活品質維持會比較幫助 那如果發生了這個 手腳神經蠻木的問題 大家在做一些活動啊 做一些拿東西啊 粉熱水啊 這些部分 感覺會有點異常 大家要特別去注意 那掉頭髮 其實我想講 這個 或許再擔心 我想不是 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 再提一下 我想最重要的重點 我們最擔心的 大概是 最擔心的是 白血球下降造成感染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 萬一發燒 大家務必要小心 要提早 會來跟你的醫師聯繫 那大家應該 如果治療成效好 其實症狀改善 其實大家的生活品質 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 可以維持自己 平常有的活動 跟家人 參與一些社會團體的一些活動 應該是都可以還 維持得還不錯 所以最後一部分呢 再跟大家提示一下 我們現在在社會型癌部分 化療藥物 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歐洲紫三醇 一個是新一代的紫三醇 血癌打 兩個使用的時機呢 傳統的歐洲紫三醇 就是特癌疫 傳統上 我們現在健保幾乎 就是在轉移之後 先荷爾蒙治療 治療效果不好之後 可以使用 那另一部分 就我們剛剛講 這幾年 我們現在說 比較高風險的病人 在你一開始診斷轉移的時候 就跟荷爾蒙治療並用 那另外一個 屈萊打呢 是在二線 就是先用特癌疫之後 效果都不好了 那這是一個 使用屈萊打的時機 尤其是在後面 如果使用了新一代的 荷爾蒙治療藥物之後 屈萊打可能是 對這個疾病控制 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不重要的部分 個人覺得 三大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一個是血球下降 改善的問題 另外一個 大肚子的狀況 要注意 讓這個神經盲目 這是一個 可能對大家生活 比較會有影響的部分 這是我們大概 最常遇到的 三個問題 所以 趁大家事情狀況 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去做積極的治療 除了傳統荷爾蒙治療之外 化療是我們在 社會前來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那 好好的衛教 注意大家的狀況 讓大家能夠 很好地來接受 化學治療 我想可以幫大家 爭取到更好 更長的存活時間 爭取到更好的生活品質 最後希望我們 社會前來的男人 都可以跟這個 照片上的老男人一樣 可以好好享受他的生活 享受藍天翻譯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台大醫院命六部 臺灣風神秘廟學會 萬新一